螺丝粉被当作生化武器 真香定律今天你吃了吗 爽滑的米粉配上腐竹、酸笋 再来一勺香辣的浓汤 这碗螺丝粉够不够酸爽 螺丝粉是广西柳州特有的一种米粉 汤料由螺丝熬制而成 再加上酸笋、花生、油炸腐竹 黄花菜、萝卜干、鲜嫩青菜等配料 具有辣、爽、鲜、酸、烫的独特风味 经过腌制发酵处理的酸笋 是螺丝粉的灵魂所在 螺丝粉和臭豆腐、臭桂鱼、豆腐乳等 又臭又香的中国传统美食一样 是真香定律的重要大军 如今螺丝粉已经从路边摊逆袭成城 敲敲全球的网红饰品不仅火遍中国 还把店开到了海外 但很多人真的无法忍受螺丝粉的香味 一位在意大利的中国留学生 却因为螺丝粉惹上了大麻烦 当时该同学正在住处煮螺丝粉 过程中散发出不可忙书的味道 意大利邻居怀疑他家里有生化武器 于是报了警 随后警察找到了这位 正在每自自吃着螺丝粉的留学生 罚了40欧元 并且一一警告 不要再在家中煮螺丝粉了 其实在意大利 嗅觉骚扰是违法行为 如果当事人被判嗅觉骚扰罪的话 将被处以1000欧至1500欧的罚款 并被勒令安装抽油烟机等 所以你身处海外 或者是身边有难以接受螺丝粉的朋友 在享受螺丝粉美味的时候 还是应当尊重一下他人的喜好和饮食习惯 尽量不要侵扰到别人 而今 每一包在华人超市的货架上 和通过网络售出的螺丝粉 也让华侨华人们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解了一份乡愁 英国官宣免除自我隔离 彻底要自由 自本月初以来 英国新增新冠病例的整体趋势 终于开始逐渐下降 1月19日 英国首相鲍里斯宣布 自去年12月8日起实施的B计划 将在1月27日结束 决定进一步放宽 英格兰地区防疫管控限制 一句话总结就是 英格兰地区将取消在家办公 公共环境不再强制要求 佩戴口罩 大范围缩小新冠通行证的的使用 在唐宁街的新闻发布会上 卫生部长萨吉德贾维德说 我们因应以为好 但这不应该被视为疫情的终点线 因为病毒和未来的变种 是不可被根除的 我们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 就像我们与流感共存一样 然而 就在两天前的1月18日 英国刚报告了438 立丹日新冠死亡病例 这是自去年2月24日以来的 最高日增数 在这种情况下 英格兰新冠检测呈阳性等人 最短自我隔离期 也已缩制短短5天 而在苏格兰 威尔市河北爱尔兰 一旦出现症状或者在新冠检测呈阳性的情况下 人们仍必须进行至少7天的自我隔离 对于此举 根据英国卫生安全局统计数据 有10%到30%的新冠阳性感染者 在第6天仍然具有传染性 因此科学家们提醒 隔离期过等或许会导致适得其反 就连鲍里斯刚出生仅6周的小女儿 也在近日感染了新冠病毒 并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等期内就将实施的放宽限制 或许对部分人来说还是措手不及